哈喽,小红书的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小野 然后呢,我现在在我重庆的家里,就是外公外婆的家 看到了很多很多小时候的照片 然后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野小时候的照片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重庆出生的 然后在重庆长到了五岁才去了广东 所以我也算半个重庆人吧 而且我说重庆话,但是不会说广东话 可能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但我爸爸是广东人 给大家分享一下照片 我先从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开始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重庆南岸区步行街的青龙花园 当然我现在已经搬走了 这两张照片就是我在步行街拍的,是我的小时候 然后这一张就是姐姐,我和弟弟 然后对面就是南岸区区政府 那个时候我记得这边还有钟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圆球 我们特别喜欢在那个球那拍照 就我们三个 这张也是在步行街拍的 这是我姨,这是我弟弟,我姐姐和我 后面都是步行街,然后挂着灯笼 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过年的气氛特别特别好 整个重庆都挂满了各种彩色的灯笼 我特别喜欢重庆过年,我觉得重庆的年味特别重 这三张我不太记得在哪儿拍的 但是这个背景看着特别像那个南岸区区政府 就是有很多花园 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穿的也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阳气 有小鸽子裙,然后还卷卷的毛 特别特别好看,像一个洋娃娃一样 这个是我跟我外婆拍的 我跟我外婆也是在南岸区区政府 那个时候外婆好年轻哦,还瘦哦,婆婆 这两张应该,我也不太记得了 外婆在那里,拉里陪了 她在公园吗,婆婆 西郊公园 这个我外婆说这是在重庆的西郊公园拍的 就特别可爱小小的周夜 这个就是一个我在憨笑 然后把肚子撩起来 这个2000年拍的 因为这是我在我姨的产房的陪护房拍的 那个是我弟刚出生 然后我去我姨的产房 然后在她的手上蹦来蹦去 跳来跳去,我姨跟我说的 2000年的时候我应该一岁半吧 然后当时是2000年的1月1号元旦 去拍了个做纪念的照片 上面还写着 骑马马捉野兔 我觉得小时候多拍点照片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些照片都是我的二爹拍的 他在那里打光 我特别谢谢我的二爹 谢谢二爹给我小时候拍了这么多照片 不然我长大以后就没有这么多小时候照片 因为我初中高中都特别不爱拍照 所以还好有二爹给我小时候拍了这么多照片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 那么小时候的宝宝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